ChairGPT火爆全网 ChairGPT目前的注册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而且在各个领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更加的轻松和便利 当时在移动互联网都高度普及化的今天 ChairGPT并没有移动APP端和电脑客户端 用户只能通过OpenAI的官方网站进行ChairGPT的体验 这又是为什么呢 ChairGPT本身是基于一种云计算的语言模型 可以通过API调用在云端进行计算 并通过网络连接向用户提供服务 它可以用在不同的平台上 包括像网页、社交媒体、聊天机器人等等 它的应用场景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 应用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和场景 所以ChairGPT并没有开发APP榜本和电脑榜本 因为这样会局限它的应用范围 无法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但是我们在工作生活的场景当中 需要我们追求更加便利 就需要ChairGPT电脑客户端 那该怎么办呢 下面我将教会大家如何安装ChairGPT的电脑客户端 让你的体验更加的便利 首先你需要去OpenAI的官方网站完成ChairGPT的账户注册 中国用户的注册流程的话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之前制作的相关视频 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安装ChairGPT的电脑客户端 首先谷歌搜索一下ChairGPT的桌面榜本 然后进入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链接地址的话 我同时也会发布到我视频的说明栏里面去 大家也可以找到 首先这个ChairGPT的桌面榜本 它并不是偶尔AI开发的一个项目 所以它是一个非官方的项目 目前的话已经有人在利用它进行二次打包销售赚取利润 ChairGPT也会因为名称和图标的问题 可能会涉及到侵权 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Windows用户的话 你只要点击这里就可以进行下载安装的 下载安装的话 大家按流程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已经安装过的 所以的话它会提示要求你 卸载之前安装的一个软件 然后这里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演示了 大家按正常的软件下载 注册流程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苹果的电脑的用户的话 你只要根据自己的配置 然后点击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因为我现在是Windows电脑系统 所以是没办法给大家演示的 大家到时候直接点击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页面也有关于 苹果系统的一个安装说明的一个流程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 安装完之后我们就来到了 载码网页板的一个电脑码网站的一个网站 你会发现它的界面其实跟网页版的界面 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载码网站的客户端呢 比如说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电脑客户端的一个内容的话 是跟网页版的内容是同步的 所以两者内容是一样的 使用ChatGPT电脑版本 也意味着网页版本的很多辅助插件 我们是没办法体验的 改天我也会制作一期 都有哪些ChatGPT的辅助插件 可以供我们使用 也希望大家能够最终订阅我的频道